既然他可以验证一些常规数据 他当然可以验证表单 因为表单最后也可以被转化成常规数据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表单 因为我们要验证表单 比如说叫注册 这个注册它会返回一个view 这个view就叫sign up 那我们需要建立这个view 那这个view其实就是一张表单 填写的表单 很简单 我们不打算 也不打算去把它做的有多么复杂 sign up 点什么blade blade.php 好 那我们需要这样表单 action action到哪里呢 test test里头 用test来处理这个方法 那么method就用什么呢 方法用什么 post是吧 post方法 然后我们首先需要一个input input 然后type等于什么呢 hidden 是吧 hidden 然后 它的name等于token 是吧 token 然后它的值 我们之前都知道 是吧 它等于一个csrf 它等于csrf token 然后它有一个 就是用户名 是吧 用户 用户名 是吧 用户名 用户名叫什么呢 input 是吧 input 和name等于username 是吧 user name 是吧 然后怎样 br一个 brick 然后我们说 再给一个密码 再给一个密码吧 密码 input 是吧 type 等于什么pass password 是吧 password 然后name name也等于password password 是吧 然后brick 打算 button type 等于什么呢 submail 是吧 提交 好 提交 就是注册 是吧 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注册表单 是吧 它能够说明问题就行了 是吧 那它最后是一个post 请求会提交到test这一个路由去 我们到路由文件里去看一下 如果提交到test里 那用来接收的方法就是testcontroller的create方法 是吧 testcontroller 到这个文件里去create方法是吧 那依然rq 依然就等于这个request 所有的request 所有request是吧 validator 还是等于这个 只不过这里user name 变成了什么 呃底下的phone变成什么password是吧 password 那 这个就不一定不能是numeric是吧 request还是request 但是它的长度 还是要button 多少 6到 25是吧 一般一般这个密码的长度都是这样的是吧 好 我们试一下 如果我们用test 现在当然你看现在是空是吧 the username field is required 什么都要 呃 什么都没有是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到这个呃 sign sign up 这一个路由里去用户名和密码 他要用户名我们用户名随便出一个 啊 是吧 密码 密码给个1234 试一下 应该会失败是吧 因为 至少是6位 刷新一下 你看 他说username must be twin 啊 他检查这个长度了password他要检查长度是吧 你看 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给 比如说再给一位是吧 密码 乔一个123456 回车 你看他说验证成功啊 就把我们的请求打印出来 一个表单 其实验证也是这样验证的 只不过说表单最后需要 呃 需要你去建立一张表单 然后要填写一些设置 比如post方法呀 有时候上传文件的话还需要填那个 呃 Ink type 是吧 其实没有更多 他就是说要你需要你多做一点工作而已 好 这个是表单验证